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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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看 明天有馬跑,馬不停看 繼續是初九的賽日 看回這次剛剛的呂健威 成績很好,她這次也有手馬 看看會不會連場可以繼續贏馬 今次有阿佳和阿濤和我們一起聊 雖然贏三隻,但分頭也很冷門 今次又泥又醜 也關注泥地,這次跑多一點 場地,來放還是來追都要跑完才知道 對,也要去到中場才開始跑泥地 也要留意草地近期的時間 無論是跑馬地也好,沙田沒有更慢 只有最慢再慢一點 所以近期的偏差都比較多 對上一星期的填草A跑道 就不一樣的A跑道 鐵欄、前置馬很著數 不過如果看回私家三跑道 對上一次1月13日 都頗利前置馬 甚至有四隻方頭馬營 看看今次的私家三跑道 是不是也是這樣 跟大家看看數據 草地方面 私家三跑道 其實鐵欄馬的優勢很大 勝利是最多的 獲得62分 中碟是46分 外跌只有27分 但如果中碟衝一下 或者有些馬 可能轉彎後拿中碟 上升都頗高 拿到118匹 看看泥地 對上一次跑全野燕 好好追 對上一次2月4日 其實也有得追 所以還是要跑下去才知道 看看泥地方面 見到中碟 其實拿到44分 內跌 整體來說 都有優勢 52分 外跌只有21分 留意今次也有退出保入碼 二場三號超越名區 退出了保入碼 批資星時機 看看這隻鋼斑馬 會不會有表現 其次是喊少禮 十場五號的精彩動力推出 今次3T有多保剩下 尤其是有兩場來的賽事 讓大家動動腦筋 3T有627萬多保 精選場次第二、第七和第九場 先看看頭場賽事 頭場賽事五班千八米 對,如果看回這一組 其實緊張上名馬 或者對上一場 上名馬是沒有的 所以這場計算下去 都頗雲巡 如果你說放頭馬 可能迷雨擺前一點 小鳥擺前一點 但這兩隻馬上次 都不算放得很快 我自己預計這場步出 未必很快 那真是水準一般 唯有選第四 上次都有這場 鑽石複象 如果你計算近期穩定下來 都真的要數到他 一來是蔡宇漢的北半球馬 是要一些時間去適應 而且他還是中場圖 可能會再比較好一點 因為早段他下的真的很慢 但是二千二上到 他對著綠燈落足了那場 中段想踩油 又踩不到 回來第六 好 唯有抓回來跟你追 這場都會很追 但又是整堆馬 對著樂天派 好 再跑馬地 但有時踏得比較慢的馬 短短路可能也有少少吃虧 反復那次跑二千二 跑了兩次 都沒有什麼大挑剔 但好像回來還是差一點 這場其實都很近 整堆 喜悠一身 那天喜悠一身回來解話 馬就不適應應門那麼長 這次縮程 我也覺得一隻鑽石複仗 就是蔡蓮的豪華房車都很厲害 很多都贏到馬 這隻因為在北半球出生 路程再長一點 但是攤到二千二好像 經常都差一點 縮到一千八 如果貴內生田一千八即都可以 起碼一千八他都有嚴正 二千二模擬是長一點 不過就是計這組 我也不知道蔡蓮怎樣 去量哪隻馬去放 會不會迷雨 甚至乎輕綁一點 要一身跟前一點去跑 量不到哪隻去放 會不會小鳥那些轉一轉 最佳拍檔都不定 所以這個步速都關鍵 我又不希望太慢 因為始終鑽石複仗 都是跑一隻後上型的馬 你說太慢 縮到一塊 這次要不要切 又是斯加三 如果再選季內表現好的 活力多多 今季也是勤工獎 跑了十一次 兩邊三場 最差第七的馬 很穩定的演出 但是上一場 有可能相隔的時間比較短 隔四天再跑 用巴道 那你見回來都問話 我覺得巴道也有些氣 這場回來 其實好像這裡拍幾邊 以往那隻馬 你知是田泰安 搖得很厲害 這裡見終點前 好像不夠位 回來 輕輕也是順根 我覺得剛剛那場 其實體力 始終太短時間再跑 你說 五彭子的馬 跑得很密 不怕的 今季跑了十一場 所以它比其他馬 跑得更加之多 今次用田泰安 也跑千百米 其實你看 桂萊千百這隻馬 演出得好 排檔沒什麼所謂 反正它都是 你排內檔 它也是慢腳 排外檔 寧願這樣走順 不要阻礙 所以我覺得這隻 都可以再跟多一次 活力多多 其實都叫做 休息一天再出賽 尤其是五彭子的馬 如果跑得密 休息來跑 都會有進步的表現 再加上今季這隻馬 表現挺穩定 所以如果要做膽 可能這隻會好些 看看頭場測試 我們選擇什麼馬 頭場低班賽 我們都不拿膽 選擇三隻 活力多多 鑽石複象 喜悅一身 希望縮情好些 連人位置 是呀 頭場低班的長途 比較複雜些 但是熱門 鑽石複象 它回來 沙田千百都有驗證 貴初家園 雖然輸的距離比較遠 但是前面都是那些 滿載龜來 風聖多彩 其實都是有形狀的馬 這組我覺得最看不透 看看他的珍珠哥 增情會如何臨場 看看馬 夠不夠文靜 如果看負系 照得意樣樣 上到那些二千位 都可以適應 所以是千百 留意一下他花圈情緒是怎樣 接下來看看 第二場賽事 第二場賽事 四班千二米 這組是第一組賽事 初出馬有兩匹 五號的飲杯和六號的好精神 還有八號的天威三匹 如果看上去 其實好精神試襲就不錯 不過你說沙城 飲杯 試菊草襲也好 田草襲也好 其實都試得不錯 今次還要吸引到潘頓 預計都是熱門之一 可惜排著10檔 計算這一組 放頭馬 可能海南寶上次不放 看看今次 又又跳備會不會走 荷火奔馳上次離開 都能入到Q 跟時間保穿Q 預計這對馬會放在前些 如果你說喝杯 喜歡這對馬 希望臨場陪得再熱一點 希斯的馬也不怕熱 馬進來成怎樣 不如聽聽列馬斯怎樣說 他都試過很多地方 他都試過好在澳洲 前來 他爭取得很快 我們很希望他會走得好 他會走得好 他總是很困難 在香港的第一次 但他是一隻馬 如果他不勝出這週間 他會勝出很快 他以為他會贏 在 Happy Valley 但是他會賺到Shartin 一直以來 ��人 是否有容易 勉強 是非懷孕 但他非常大 很大 我认为下周一辈子会在澳洲做后盾 当然大家知道阿仔在澳洲做后盾 不过就不是当年临世牧场 现在很多次见试集好 立即买来摆自己的仓 训练完之后拿过来 但你见今季的成绩很好 街影高升、风云舞士、球星 字字多宝、流血 很多都是很快地加到表现 喝杯也是当地试集 赢完之后 阿仔立即买来摆自己的仓 做好了运过来给香港的马主 加上这件衣服 今季旺到真是又红又纸 整个家族的马都赢得到 三货集第一货平头 第二货刚才看谷集 跟包装八落可以这样 短途集去捏 真的不简单 那只很高速度 重发这货集都是轻松 赢了一些新马 这次排外档怎样呢 排外档我觉得没什么所谓 如果你觉得一只马是超级的 它是上前 因为这场都有一两只马 可能在前面戴着 可能会拍到来 那你见今季潘顿也是 跟希斯合作 这些新马成绩很好 这只登塔的马 希斯说的 也是迟些是一辆 因为它的架子 都是跑到一里 因为妈妈 长袖线舞边 都是小法宝下来的血线 所以这些马做好了 好台型 看看是否一出即成 希斯也提到 未必说真是很早熟 还有很大幅度进步的空间 我也同意 因为大家细心拆解两货的转弯大闸 其实它转弯出不合脚 但是你看看安长有一点点 它立即摆好脚 再加速 还有它台型 款头真的很十足 吨位也足 超过1200 其实也有点像过往 我看那些肥仔聰明 又是深色马 翻队纳纳亮 大大见头 三岁马 我觉得还有进步空间 当然就不算很足 但这组我觉得够用 因为四班1200 分了两组 因为赛前 现在就没有超越名区 想着超越名区 会好像和马房拍马难追 兜兜转转 下班去到四班1200 就去发威 但是现在就放了一只 智聖时机进来 会不会有些扭转大局呢 但是前面又好像没有什么马走 一计来计去 合火奔驰有机会走 但是海南堡 我也是喜欢它近期 开始收敛一点点 而且它会不会用放头的战略呢 有时你拼一样东西 就是四加三难的偏差 最近在重化市集 就弄了个半掩防山眼罩 去试一试 挺文静 也挺乖巧 转弯 摆正堂泰 马都由有余径 最后它没什么区别的 都是顺着它小 那祸12米的泥杂 无疑了 当然你说它初次要过来沙田 去跑长直路 是拼一个偏差的 这个七档巴道 尽走 我觉得上次留着来跑 效果不好 因为结果上次1月10日那场 比有红利 慢放而赢得到 他自己留着来跑 就有少少路襯 七档没什么码走 不如拼一下走 如果你说这一组没什么码走 我相信合伙奔池会走 如果看回对上一次 冒疑他赚了私家三难 可能放在前面走的形势 前面时间簿当时也很精灵 放在前面走 合伙奔池也是拍着它 但如果你看回 紫色三美得心之遇 再出都可以跑得好 其实时间补合火奔池 冒疑都轻轻拋掉后面那些 红海峰帆 红海峰帆 红海峰帆转去谷草 亦都可以上得到名 红海峰帆 都是少少塞车 追到第四 所以我自己继续下去 其实这组又叫做不太差 再加上刚刚呂建威成绩那么好 都没得不信他 如果排除八档 早段咬得到好位的话 甚至自己放 我都觉得这只马继续有进步 所以我自己都用它做胆 不过如果看回这一组 对上一次赢马 还有一只大英才 大英才 大英才 这马房少点打一打 信不信 就是这个关键 大家都说 马房好像都隔下隔下隔下 但上次其实强 我觉得赢了它增强 那组说成好运都是厉害马 但这次其实表面条件 没有大变 是信不信再来 但它赢起来是清脆离落的 但你真的要信马房 只有转式吹颤 那一局又起步 即是慢了 回来上名 但真的没有打一口赢马 有解释 前一场真是多血 爆味 缩回千里赢到 它又不转程 希望都近 都可以拖的 始终都是赢开的马 第二场赛线有些精选长次 看看有什么推介 这组我觉得喝杯 希望刚才你所说的两把马 就是海南宝贝奔驰 带着牌外档 独赢也是选择他 连赢位置 回答合火奔驰 当然要再临场 看看马匹局的情绪 始终是初出话 但台形款途 我觉得很十足 不如选择胆 我也同意Kitty所说 我都选择合火奔驰 马开始有些进步 长线看起来 我想它不是千亿米马 但现在它们懂得换脚 回来还挺硬的 上次输给时间保 虽然大家都赚了 就放在前面 有些边线的冷脚 我拖一下羊羊大道 这次我们找周易丽 减一些磅 不用太重磅 而且近期有点朝气 隔个时间内 这次这匹马 中间有个加油的试集 罗富泉近期的马 我觉得也有点起色 还有另一匹边线 就是很精神 也是初次上阵 试集也是盯着盯着 看看大家拼不拼 这个马房的初春马 这场我自己做Q胆 到合火奔驰 配角方面喝杯也有 另一只就是机械骑士 其实相次在泥地 初出也要有不错的走势 如果这次排着一档 可能赚到私家三个蓝 还有一只就是降班 有一只智盛时机 其实在三班也很少输得远 所以可能下来四班也够用 看看我们第一口马币的推介 头场用6号做蛋拖 1号、5号、7号和9号 第二场用5号做蛋拖 3号、4号、6号和7号 稍后回来看看其他场次 回来看看第三场赛事 第三场赛事是四班千四米 如果看回这一组 放头马可能很久没有见 这些大小智库 赛前也做了几货集业 希望放得出 还有一只奔妙星上次 因为排着九档的关系 都跟前了一点 今次还要排十二档 可能田太安也会用前置的跑法 降班有两匹 3号州由列国 很久没有见 操练也是卡 我觉得试集好像也不算很硬 看下千四会不会短了一点 还有展宏图在三班 都要做有几步看下 看看下来四班可不可以 这早有多少伤患马复出 真的选择这一场 但希望大石智库好 斑妙星都做一个暴促 因为街幅区排外档 宁愿它留住 不要常常在好档 押着个靓 回来又差一点 判断都还未放手 留住不要紧 但是进直路 不要有任何意外 或者左的镜头出现 街幅区 有时的祭遇不是特别很好 但是前一次就跑了 跑到都很正硬 里面有一些马时时清心 捐上来 这里都在趴上来 街幅区 以当的计算是跑得很正 而输给 我觉得有些班底的安泰 都无话好说 再之前是时尊欢恩的马 所以都是跑得不错的马 上一次真的意外就比较多多 因为你看到街幅区 入到直路 因为连那只无敌勇士 大家都没有位 前面跟着就是 假劫的那只奔妙星 都看不到出来 旁边那只健者又左闪又闪 这里其实很窄 没有办法抽出来 所以你当它上次 没有什么跑过 不过你说拼这些马 拼到现在五岁 这些北半球 到现在真的赢不到 你读赢的彩辞 一定不是那么安心 但你继续拖它 因为这马都是准 和状态得很好 但你见到今天无畏杰的马 比如这只金戈尔 其实搞得很好 总是欠个赢 场上都大致上演出准成 刚才你看到第二个场 街幅区其实那组都挺强 时尚欢恩 时时庆心好 大英才全部都赢了之后 他第二 差点运气 上只塞了 但上次看片 旁边的奔妙星也是 因为那天假结尾 尼克串 我觉得好像不够活力 因为这只马 是那些大鱼饭 初初是1300磅 现在假马 假马身都收回 1200多 但上一场 小组都提醒 力骑到尾 我觉得这只马 是要摇的 所以这次 找回田泰安 我都可以再跟一次 另外果然德五 我都跟开这只马 来香港跑了两场 一路跑比较短的路程 上次千四 已经开始增程 这次也继续 上一场跑4L赛 其实步速都是偏慢 你见到非凡大口定数 两只都飘开了 果然德比上一场 初唱场也好些 这场跟加速动员外面 大家都很厉害 你见到他是逐步逐步骑上 他不是一骑马 是我的总马 即是说什么 迟些千六 这些慢慢逐步 你见方家柏 最近这只新马 慢慢加成 很多都加到预期的成绩 还有今次的操练上也不同 你休息久一点 上一重发 试放集 回来试放 1600集 跟马王市 早点摆在前面 回来当然是顺着 不会够老万勇士的走 但我觉得沿途过程 都好利落这只马是进步的 尤其这些側身马 隔得软一点 效果会不同 班德里刚刚星期三 博杀的方家柏 巴薩罗瓦 差一点点 看今次这只 排到好档会不会进步 还有一只 就是说 如果这场得奔妙星 或者大小智库走 报处未必很快 尤其是大小智库 休息了这么久 大只马 热身的准备过程又如何 因为这一组 刚才街上也提过 几只马都卡过功夫 伤患出来跑 几只都重了几十磅 这只叫小一点 大小智库重了二十二磅 息种少要重三十五磅 周游列国五十五磅 而且看功夫方面 十一月底开始 已经正常回去做 快跳十二月 都是例货无缺 中间都整三货大闸 它速度有 最后这一货 都加上落场跑的面枯给它 出闸依然应声弹出 进来最后直路 它一步都没有骑过 是拨它一点 虽然这个斯加三难 是不是利防 不知道 但是它以往跑这个斯加三难 赢马两次 一次入Q 都是这条跑道 梁家俊也是跟它很合格的配搭 排五当 刚才度来度去 这组除了奔妙星之外 我想大小智库的速度感 都会比它们快一点 看看它的健康 是相过来的 它们有前腿 所以出脚都会比较高一点 我觉得也是特意选择 施加三才出来跑 大赛智库 但这场我都喜欢 果然得 起床 还有一点分头 放下哪一匹 另外练人 或是Q 用它做胆 拖回不妙星 和街幅区 果然得 方家伯那些 华里茨 杨岳姑飞 这些富系 都会不断进步 这些三岁马 隔了一个时间两个月 可能的大幅度不同 也未定 上次有势 有一半边线的马 那一匹瑞一 其实上次它是相舌 舌过万步速 舌过外跌形势 回来有追劲 上次不要忘记 它是初跑千四而有表现 本身这些都是自购马 会有点斑底 这次第二次跑千四 也要拖起它 接着来看看第四场赛事 第四场赛事是三天头关 继续是四班千二米 这组第二组赛事 继续有初出马见仁 3号五福星 和4号金首领 暂时两只涉及 好像五福星 刺激一点 要看这一组 放在前面走 尖试得也挺高速度 因为试过条件限制赛 放在前面 这次上回来千二 预计它走 还有连连胜利 都可以放在前面 暴触应该是控制在一身上 今次都给周俊乐 上次减绑王志宏 回来输了 周俊乐考虑马 可能现在的操控也会好一点 操控比较新的马 提起周俊乐 其实今个星期日 都有手马 希望他的病 必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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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神操 周俊乐 如果你看他较早前 你说跑了千二米 那时候都挺强 贵来的4R赛事 或者条件限制赛 非凡达 球星太二稳 之后再出都很好表现 林直黑白 都赢 再后定数 也是赢的马 所以他回来 断断快跟 回来不是那么散 第四高水准 所以只缩下1千 能够 最后也下飞 6.5倍 啡灯赢的马 虽然这对手不是很强 但他跑得适合 连连胜利 上一次 起步就有意外 因为那里中一中 令到失了先机 有时这三岁马 怎样也是 不可以一下子 真的很传熟 现在你计算一样 三岁133磅 希望能够克服得到 如果你持续 条件限制赛 是够用的 不怕 马房中黄精英 都是什么重磅 上一次好像烤热 在赛前 潘顿和何濟那两只马 集前就退出了 精彩同事 大千无伤 变了它是再热一点 回来都叫做稳定 演出了 配脚都选一只 信心声去播 我都喜欢这匹马 其实上次跑之前 那些市集都不错 当然路短 迅可城 差点跑了一千 但这只马又肯追 又肯跑 记得那天是直路赛 都是塞马一够 看了连连胜利 粉龙三那只 它是走到一个不利跑线 那里追 反而球星 大家都是后上 但是人家忍住 都是走外栏那边 那这件信心声 它又是那些大步马 骑下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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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下有追势的 你很担心 在排外栏 大概都要鼠 加了一个头罩 希望是马 临 Mate的情绪 稳定 你行 dass其 là你第二只 大千气象 路程迟人 遲些千里千里 千里茶 慢慢去 但一只十 Seven 挺好的马 香港今季很多芯 App 大手做的 好多新马 林脚 炓 Cage 就是这次有成绩 一笔同步马 也有あの脸 捩上千二 是自然人 我們只是少少ár 这个外栏 他的腳法比較挖一點 看一千轉一千二第一波會跑得如何 但剛才提到的側身馬 這組都有 例如水龍頭 還有幸運芙蓉 其實這兩次都有一些走光的感覺 其實他的集傷不是特別慢 大家如果有時間可以看他兩次出閘 他快閘 是因為十二、十三檔 硬要逼著來追 第一次三一六場次 那場千二一月七號 因為內蘭的優勢很好 打算都要觀望第二場 有沒有什麼特別走勢 都一樣有 因為上次是被一隻落斑的高俊明駒 回來放刀 後面是獨步天下 其實他追了很多 彎位走得很虧 回來的第五 我覺得是收貨的 這次有個內檔 近期黎超聲和何銘年 這個配搭都挺夾當的 這次我相信 都已經足夠條件去贏馬 這隻馬 何銘年這一系都贏過芙蓉莊 希望這隻都盡快可以交代得到 剛剛那場三五四 你看到年年勝利跑的第三 其實是跑得適合 不過你說這一組 我覺得不算很多快馬 甚至對手未必很強 這隻年年勝利用到潘頓 都可能要做為之Q Q膽的考慮 因為賽前試貨 重發球都很硬 一直放 其實馬跑法 暫時來香港 都好像私家三贏那次 是的 當然你說擺盤明分一輪 更好一點 分多幾元 現在擺盤盾 就實在成為熱門 幸好你這場安排了第四場賽事 也可以看前幾場 究竟條蕭斯加三難 是不是傳統斯加三那種 這組也是 詹士德 我想都是順跟著第二位 年年勝利 速度感會比較銳利 這些是近期賽漢 跑得好的馬 又繼續勤跑 有加油集 都是可信的 其實視乎剛才你看片 如果你這組有些風雲武士 高質素馬 是不是不夠跑 如果你說失身馬 交代不了 剛才我們選了一些失準的 那這些叫穩穩定定 所以都可以扭著它 這場賽事 就是有些雲場 新舊雲戰 但我也想搏一下 信心星 讀贏為止 趁他有少許賠率 都敲一下 三重彩 做膽 捐回占士德 五福星其實今季 羅富全新馬 狼線浩斯 剛剛澳遊武士 出即勝 留意 另外就是幸運芙蓉 和年年勝利 占士德 看看臨場 究竟跌了這幾十磅 有沒有身 或者很瘦 如果只看神科片段 就不覺得有什麼大大異樣 因為事集都可以 但你說博 可能一注 可能獨贏位置 我都會選一隻幸運芙蓉 但那三隻穿上 都要連年勝利 頭四場都看完了 一會兒回來 看看其餘場次 回到你看第五場賽事 第五場賽事 就是四班1650米泥地的賽事 所以為何說三T 挑戰性這麼高 就是五、六場泥地 看看這一組馬 預計都頗快 瞄算寬騰 上次出閘不太快 看看今次是否快得到 不過賽前試閘 早段都放不出 歡喜福星排 還有狗檔 盡量走前一點 中環大樽 上次都是擺前面 可能八號、十二號 會擺前一點 還有一隻怪獸奇兵 上次有少許劑 今次用到潘頓 看看可否保重 泥地這場才是第一場跑 其實真的靠估計 賽前 場地利放、利追 不知道 就算跑過一場 再跑 是不是這樣都要估計 看賽即計 中環大樽 上次過來泥地贏 這個總點 還是泥地都可以 挺好 還要說到 剛才Kitty的開場白 都提到 當晚的全泥夜賽 我記得只有兩隻 中環大樽 保羅勝全 保羅勝全是慢放 中環大樽 都不是放得特別快 但回來 我覺得出色頭馬 挺硬的 那隻無算寬騰 也有少少跑錯 起步慢了 之後就順利留在後面 一迫中環大樽 因為那晚這麼離聚 中環大樽最後那幾步 再脫開 那隻無算寬騰 半個馬位 挺好鬥心的馬 分我覺得 他有少少減過龍的性質 落到低位 隨時反彈 又落到42分 上次贏馬 加5分5磅 這裡還是輕磅 有個四檔 真的 你說不知道跑道 你放還是你追 但至少我覺得上次 它是出色頭馬 而且你當它 又可以跟馬跑 因為這隻馬 來香港前 都走遍整個地球 英國、澳洲 跑完再過來香港 落湖 分落跌了很多 現在叫做少許反彈 你看同富大道之正 跑來地都出色 另外再追 極速支持我 不放手 上次中間 報民不知道做甚麼 其實第二段 都不是很慢 總時間偏慢 但是那裡走出來變咒 又和我初初的想法 就有點不同 我打算有些覆蓋 遮住 三、四位 走出來 其實反而都不是全散 都是輸三個馬位 三個馬位 第六 裡面那隻細澤鑫星 都省了 你說今次極速支持 潘明輝排外檔 希望留花 因為看回之前那兩場 去追近 馬都是後上追得不錯 細澤鑫星當然是相對穩定 你見何明年跑費又配 來地又好 跑費都彈勝 相對可以跟前 或者鬥小後勁都可以 但你說極速支持好 或者這隻細澤鑫星好 都是看跑道 如果跑道有得追 極速支持 有分頭 追完這次 當然有人牽霸 我的信心會再強些 因為六五零有少少嚴短 但那些名輝不理 有時候倒下頭 不斷砌車輪邊 說不出驚喜 我想大家三六一場次 三六三場次都看了幾次 很多馬是出自那組 你說其實滿冠雄 今季都贏過這個路程 但他這次隔了這麼久 沒有跑 當然中間都卡過一些功夫 看看這次排著十二檔 會不會憑他自己的班底 可以衝得好 還有一隻 都是轉程過來 加州動員三歲仔 上來一里 行不行 是呀一里 我都一里不擔心 因為媽媽都贏到千六 反而泥地 因為怎樣選泥地 其實蘇斯丹馬 只有泥地 不過是可以的 還有他的腳滑 你看看片段 每次都是這樣 好像出腳比較高 坐下去 這些泥地坐得特別厲害 上一場用田太安跑 賽前估計 可能會硬工一些 擠起一隻馬 但是跑起來 其實跟中液禮跑 我覺得又沒有大分別 可能都是扔得出一些 如果別人操控步速 這座沒有馬放 結果都是後追難 他追很多 在外面逐步奪上來 你看那些腳滑 大大步地扔下去 所以你說今次轉過來泥地 用中液禮跑 我都會敲它 而且我覺得這匹馬 遲些發展下來 可能再長一點 千八個路程 新價很貴的馬 這隻加州動員 高東尼 看看能否儘快交代到 但是你說 如果場地 是否真的不來追 不來追就不能說了 可能整隻馬 一點都不追 但如果有得追有得蓋的話 這隻馬可以留意 這場馬是複雜的 混亂 所以四重彩 拼一下 中環大樽 叫做跑法比較彈性 剛剛贏泥地做膽 配腳細紮陰星 瞄算歡騰 歡喜福星 這些是冤家 經常碰頭 極速之指 和初跑泥地加州動員 對,加州動員 我也有想過 不如Soul Star的馬 進黃星、合衝共濟 都是短途 看看這場跑得如何 中環禮就是輕綁的 但獨贏位置一注 都選中環大樽 始終上次都是出色頭馬 贏著妙算歡騰 妙算歡騰 一向都是準的馬 再選 世襲陰星 雖然這次下來是1650 但拼華那種 找到泥地的新出路 始終泥地 近期很準的馬 都要了它 還有就是歡喜福星 今次加個防山眼罩 希望馬匹的情緒 再淡定些 接著看看第六場賽事 第六場賽事的計作人 為何賽事 四班千二米 如果看回這一組 預計都是快鬥快的場合 除了顏色黃紙會放 鑽色吹賊 最近兩次都放不到 排鑽十檔 看看組段霍宏星會否積極些 不過幸好它的大號碼都頗快 好像紅雲派彩 創期積上次放 今次創期積放不放 不知道 還有一種陸續威都是前置 但是前面扯得快些 會否又是街磚三 排鑽二檔 不知道會否好像上次那麼好追 街磚三 留得後些 反而寧利標區 可能跟著快馬之後 守好位跑 你說這組是否很突出 我又覺得 大家都拼拼一下 寧利標區 都是有得跑其中一隻 但是你說持膽 可能QT膽都穩健 因為最近轉泥地 發展得不錯 看上一場鑽色吹灿 街磚三又在外面追 這隻寧利標區 暫時來香港 唯一頭馬就是潘頓 不過那場打得開花 然後又差一點 這次拿回來跑 因為上一場 其實轉泥地 他不是一場突然好 再出走樣的馬 尖尊三 後上過了他 這次用潘頓跑 正如Kitty說 一數下去快馬都很多 預計 一出雜訊 例八檔 就定住四五位 跟你鬥小後勁 贏不贏到 看看對手 因為有些馬 可能走順 去大大步欄 走得強 有時候轉色吹灿 那些馬 但如果那些馬一失進 就坐到這隻坐正 我覺得是可以做膽的 因為如果看這組 我們拆局 我們過到好像找鹿 掌膽 因為暴衝很快 顏色王子會走 轉色吹灿 看看雜訊是怎樣 其餘 陸續威 甚至創棋 即雄運派賽 這些馬 都是比較前走的馬 寧利標區 無疑是失望的 上季贏著是營造組裝 但之後就沒有表現 但近期又是 這些找到黎地的新出路 相信都夠用 雖然容天鵬 季內未贏過黎地 但很多入Q 希望這組能否贏得到 不過上季容天鵬 潘頓合作的馬 都挺厲害 火鑽、盈南 還有晶晶日想 看看今季可否重溫好夢 如果你說有機會炒禍 其實轉色吹灿之前 贏黎地的時間 又贏得很好 這一場他不是放的 稍留下來 都能追得到第二 這個倉贏的你們不選 輸開的選擇 唯有 轉色吹灿 起碼有兩個跑法 就是後追和放投 不過上次真的解不懂 回到輸這麼遠 簡直以為裡面爆計 有事 但不能進行 你試回貨閘 又沒事 速度有 雜箱又準 這場錯得這麼厲害 都追回入Q 這場都算 駛車邊 有打搭 雜箱真是頑皮 看看試閘 中紀禮幫手試 出閘都應聲移出 回來都很暗疆 我覺得都很輕鬆 最重要是雜箱的情緒 沒問題 上次無法解釋 現在解釋 就真的放在列馬斯道 沒有打一口 沒有打一口 因為很多 新勝馬再出跑 同程那些馬 很多都暫時真的不行 希望這次叫做隔一隔 反過來 這匹馬其實跟霍宏昇 都算是很夾當 兩邊都是他處理的 還有這次綁回來 有個變數 十檔 看看是否有決心 如果夠決心 我想他一出閘 直接比你們的內檔馬 能埋到籃 如果你說貼到籃 他不同 你看到貼到籃 贏的一場是大大步 越走越順 如果有快馬多 都放下後想 心花一放 雖然你說來香港跑 泥地是不行的 試了兩次 不過那時是高白身 這隻馬還未來就算了 其實看試閘 轉了五彭治之後 晚上試泥閘試親都好 這些貨就是上次跑之前 因為覺得他試得不錯 連少多好酒 水晶酒杯 快馬當然不跟他跟 一直捕著第四位 慢慢湧上來 但試完這貨 上次谷草 應該是交出表現 應該是吧 結果那場又是一般的 當然你說試又拆解那組 一千米 又搶口 轉回立備 很多意外 有些馬又失敗了 又不跑也不奇 這次又不同 試又跑來地 第二排得一個內檔 第三 這次馬這次用艾兆禮 這次都是歐洲馬 在法國跑 愛爾蘭跑 都有些大師傅跑得好 蘇明倫都騎過 所以這次用艾兆禮 用一個不同的疆城騎士 可否哄得馬就舒服 你看到泥閘的 是很輕鬆 不急的 如果你說前面那組 一出一閘 整個閘馬 他便輕鬆跟著中間 拍著可能靈離標區 附近這樣 回來又追一下 這些可能有些分頭 扔著 這場計算下去 其實刑道爆上次入球 表現有進步 不過這次排著的十二檔 早段又要被動些 還有一隻就是快錢 上次又不知為何大敗 回來又驗不到有東西 不過賽前試襲 又沒甚麼 放在前面 畢竟他前進營馬 姿態也挺強 看看大家會否留下這隻 看看這場我們選甚麼 這場買三重彩 都是靈離標區做膽 配腳鑽式催產 心花放 街磚三有 刑道爆 巴度十二檔 看看能否做到奧華威威 如果你計算拆局條件 令你標區比較上風 一旦比較多馬咒 他可以跟著在三四位跑 希望現在他保持穩定 亦都容天彭希望贏一場泥地 但如果看完第五場之後 場地真的有得追 其實上次街磚三 我們林曉得這麼說 這些馬不要留在他的住 馬當裔 雖然說二檔 他幾次都喜歡飛出去大外檔追 如果跑到有得追 兩柱 街磚三 甚至乎刑道霸 這些都是追 但是四平八穩都要回 轉色催殘 看看今次會不會回來 我也覺得零利標區 兩次都跑得挺好的 既然如果上次追是著數 他跟前了 是相對蝕的 所以我自己贏都是搏六 另外防了防三 所以連營位置Q 拖一絕三六 頭六場都看完了 稍後回來看看其他場次 第七場繼續是泥地的賽事 這場跑三班千二米短途的泥地賽 初出馬二號的奪寶神區 星巴馬上次贏馬的姿態都挺厲害 七後天行見 上次追得挺好 看看這場有沒有足夠的快馬 我自己計 八生八戰借得終易禮都是放頭的 水晶酒杯上次贏直路賽 今次轉過來跑泥地試試 還有川河洞區上次不放 又挺好 跑到第四 所以可能只有10號自己一隻放 跑了兩場泥地 到時撿山 離放還是離追 因為這組兩種馬都有 也有選擇 街幅區是潘頓 全龍區也潘頓 對,都有這件彩衣 不過大家抽個檔位 也不是特別理想 還要是外檔 不過有時提到泥地的千二米 十二檔的數據挺好的 其實他的上名率、勝出率 都比較高一些 意外是多多的 如果你說上一次 不過看回他較早前怎樣 斷斷快 即是能夠可以克服 包裝白落、自強不適 那些都放得很快的披繩 回到他的姿態滑過就過 中間有一場 十二月份失準 因為那天回來氣管有血 那天是敗不足據 上次再跑 一月二十四日當晚 傳來夜馬都提過 很利追 看上去旋風飛影 旋風飛影追很多 當然這次他第一次配合田泰安 傳農區又怎樣 董明朗捐了入面 沒有位 第一次失去了 去到差不多百嶺 才能夠埋藍 那裡揣上來 也有勢 因為回到二敬力 就先早段發力 川河洞區在他旁邊 可以的了 這個第二名 看看潘頓十二檔 早段怎樣處理 我想都會留著少少跟你爆 希望跑道有得追 潘頓也是顧劍重逢 始終這隻馬 其實他第一輸 都在潘頓在泥地贏 當時已經排了十當 不過當然 那時候在四班 近期三班對手不同了 不過看回 對上一次天行見贏馬 他不只贏馬 贏馬的姿態還是挺厲害 是否真的泥地 對他來說更加好跑 對 喊到套練 這麼一般 成績都贏得 龍練厲害 這位騎士 上一次其實試出彩虹 就前一場已經看了 即是有些走光的泥地 因為那場就休息了很久 泥地就近了 然後草地繞一繞 回到泥地 這場全都殺了你們 你看到姿態一贏得出色 可能真的找到出路 原來這馬泥地也不錯 因為你看到 跟馬主治強不息 分區差不多 67、65 那隻推著跑尾場一里 這隻可能有方 跑回千二米 你看到這組馬真的很多快馬 上一次是外檔 所以拖得很好 所以我預期今次 他的排檔 排入一點 就算留 他都不用拖到尾 居中已經夠了 可能一隻泥地不錯馬 即現在這隻馬 一來貴內博得少 有些體力 二來去到這一帆 泥地這邊 似乎的能力都不錯 有時經常都說 泥地那些短途賽 即是跑銳 不跑分的 一路有很多人 打算上來 所以這隻馬 我想有些分頭 應該有很多朋友 都不相信 始終是升班 我自己都會再忍下去 看看信不信埃杜娜 近期跟埃杜娜有緣 就繼續跟埃杜娜 近期成績挺好的 不過這次有隻 邊線的冷門 我會拼一拼 看看一隻穿甲蠅 說真的 其實這匹馬 一季就一潤 一季一勝 贏完之後 尤其是沒有打搭 也不會上名 所以都很符合 他近期的圖案 前季贏完 都不上名 剛剛那季贏完 一代天嬌 這兩場都不上名 追勢來說 他是保持同速 但這次有少許的變數 當然是六歲 第一次轉過來跑泥地 外地沒有試過 因為外地都是贏著大難地 但你找到王志榮去減10磅 變相副榜 再輕一點 124磅 因為他過往都是一揹重磅 這些馬 多數都跑得不好 少許變數 有些分頭 我覺得可以搏一下 所以加上換些配備 說不定 在泥地這些馬 可能即飛都未頂 搏一下冷 但如果有泥地根據的幾隻 都碰過頭 八心八戰 花果猴王 那些 旋風飛影 這些都是泥地 跑得好的馬 看完了 上一次八心八戰 擺前的稀威心 花果猴王 這場是第一次跑泥地 很有驚喜 大家都不夠起自保 但我覺得都不錯 這裡和龍之心不斷撞 八心八戰擺前的跑法 花果猴王是跟馬 我覺得兩隻都不錯 回來了 無疑那天來講 我覺得前置馬 比較好 所以好拍檔 都跟前了一點 但是八心八戰 上次都是排煮十二檔 可以上得到名 雖然這裡只是捱 不過這次 由最後輕綁一點 又排煮六檔 預計早段 就不用用那麼多 花果猴王 不知道是不是 賺了一點點 前置的形勢 如果貼到籃 可能這次也有不錯的表現 中逸禮挺搶手 水晶酒杯上次去贏 花果猴王去跑 試閘也是去試 那一貨閘起步慢慢的 但很快上回來 都跑第二 而且你見上一次 心率不正退出 他第二天都讀回貨 度步 我覺得可能少少問題 有時現在都檢查得比較緊 心率不正 都不讓他跑 這隻馬是巨虎的馬 媽媽就是整條血線 都是美國種 所以一轉過來 立即都近 我覺得這些馬 都可以留意 第七場賽事 是精選場次 看看我們什麼推介 執生 前選後選 四場彩 兩隻黃色彩衣 做膽就選了 天行健和花果猴王 佩戈 旋風飛影 水晶酒杯試過 泥集 其實很多次泥集 阿塞都試得好 另外八生八戰 還有一隻速度的 川河洞區 可以交叉山的馬 這組比較均勻 比較均勻 傳農區 雖然外擋 但剛才提過 十二擋的上名率很高 希望潘頓的薑承 亦夾這匹馬 說到薑承夾 他以往特別夾一隻船風飛影 這次第一次配合田泰安 上次很虧的彎 一樣有追 隻馬是有造型的 半冷門 要一隻穿甲鷹 賽前我計算不是很快捕捉 看看八生八戰 會不會賺到一些形勢 不過如果跑完五六場之後 不太理會放 就可能縮下注 到時臨場執生 接著看看第八場賽事 第八場賽事 二班千四米 也是杯彩的場合 如果看看 剛剛那天 因為跑了一班的千四 這一場其實報名挺踴躍 但選得上手的馬 又不算很多 看看前面飛鷹澳場 會不會放得很快 蒸蒸日上 上次泥地又輸了 所以這次增程上來 千四行不行 還有些巴閉哥 銀王興錶 都不是慢的 所以這場的報速應該挺快的 大家是關心的 就是朗朗乾坤 上一棋部站在那裡 希斯 怎樣搞 有沒有什麼計劃 賽前做過什麼功夫 聽他怎樣說 他有兩種試試 兩種試試 他跳得很好 和真的試試得很好 所以 你總是很生氣 因為他站在門口 就像他剛開始 但是 所有的訓練 在訓練 和訓練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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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一定會知道 你一定會知道 如果他有一個平常的 鞋子 我會很肯定 他能贏 我們知道 這鞋子有很多 能力 你怎麼會 在你的家裡 是他 一體 一體 他很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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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不要動 你會做到一體 他會做到一體 他的動作 他現在的大問題 你會有很多 他會造成這樣 他會讓他走到一體 他會做到一體 他會有很多 他會做到一體 在早上,明天,他會有肩膀 但我們不會去走路 跳舞練習,如何能幫助他的肩膀 只能令他們更肯定 讓他們有些事情要考慮 我們已經跳舞,他已經跳出門 所以我們不願意改變 雖然下了很多功夫 但這些馬少少博大小 能力當然強 但我記得澳洲馬王上多湖 都試過這樣的情況 之後都試過真的不出閘 一不出就不出,馬很厲害 但希望相信你 希斯拿這麼多功夫 都加了眼罩給他 先看之前贏馬片段 這場墨道朗經常說 人家每個都衝到行走 你還在轉位 但一轉正堂太 擺上乎乎乎乎乎 旁邊那些都是強的馬 浪浪乾坤現在找巧合 跟你衝一段 口徑之軌就是這樣得來 上次不出閘 不出閘 希斯剛才的訪問都說 要試連串考襲 第一課都可以的 第二課 直路襲 其實都是順順的出閘 一直順著走 潘頓也是 前面加州星球的走順了 沒有什麼的 是考出閘那一下 沿途過程 你都不需要怎麼管 不過都追回第二 這些我想都很熱門 潘頓跑 但你說起步順利的 古之軌這組 看上去夠快馬 即是夠步速 但如果起步有什麼 禮計 脫樓 就不要說 那些就輸了 所以看看臨場倍率 如果太熱 就自己考慮一下 這些是性格巨星 有時馬王級 都會有這樣的性格 其實我覺得 集商都其次 現在是考驗一點 我覺得可能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開去集前那一下 其實第二課集 他去起步點 都會有少許發脾氣 我覺得馬馬是很超級 例如說是否很大 可能可以殺倒 但 squishy мет Nikki 甚至非英奧場 general 曾有 其實近期都是有一點性格 所以現在馬馬會 benef 蒼你挑戰這筆 朗朗乾坤 因為要拿著上一次 如果你你359的賽賽 這款內都很強 陸續無限 當然贏了機會 cos 巴閉哥,因為那場的步速很快 頭兩段開到34秒38 前面那隻飛鷹奧場就肯定回來散賽 而且當日1月21日在A難 是大利後追馬的A跑道 傳統的A難 所以回來散賽我覺得是不足為據的 飛鷹奧場 但後面你看看那些紅運帝王、的愛心 比賽那隊 全部都贏了 所以都是很高水準的賽事 巴閉哥的跑得很對 但這次的形勢也是遷就他 有個四檔 前面飛鷹奧場放 他這次一樣都可以放好位置 曾有,長長都和你勵追 這次的馬尾斷籃 是呀,這次回到 現在我們叫守風順的艾杜拉 之前當然害怕 如果艾杜拉跑後上馬 但現在不害怕 大家都安心,會洩位 另外再選擇紅愛社 其實他都很準成,千四的演出 大部份對的對手都有一些 八糟歌、飛鷹奧場 這場他跌完馬之後 第二場立即再跑 通常我不選擇 一跌完後他又不轉路程 跑回千四 當然有些害怕 馬都會歇 他的位置會有些衣鬱 閃出來 但沒有問題 追得不錯 結果回來 扭回第二 輸給飛鷹奧場 那隻在前面慢慢自己放 很多馬都難追 你說上一場 遇見的那些泥地 都很少這麼慢捕捉 他不是不得泥地 只不過那些捕捉太不就 他是不能追 你說這場楊明倫繼續跑 很熟 馬上櫃都贏過 亦都是剛好這組 似乎都有些前速的步速 甚至是晶晶日上 那些都要擺前 看他就縮住 如果是前面可以拉散 那些紅愛社可以拖反他 我都覺得最近那兩次 不是很適合他跑 所以回來千四 穿街路程 冷門要撐住 還有一隻就是晶晶日上 就是他前一仗 跟指標之銀河串橋 幾有驚喜 證明其實他跑草地都可以 是千四要考下 不過我覺得以醉來講 要撐住 看看第八場我們選甚麼馬 這場都算是平均的 所以二重彩和連贏 選四隻 曾友、杜拿跑和馬演出準成 可以撐住他 晶晶日上其實在坤士顏 千三位表列賽都上過名 跨季七場沒有脫掉 而且賺點體力 會持復出的 也要拖著他 另外就是紅愛社和朗朗賢坤 巴畢哥近期都是佔入街景 馬的情緒越來越穩定 沙圈可以走很久才出跑道 而且這個路程只有一次 是不上名的 兩圈兩Q 所以我讀贏位置 我先選他一注 因為這次的檔位形勢都好跑 都剛剛我也同意紅愛社 因為根本是兜兜轉轉 隔了幾場 沒有回來最首本的田草千四 而且這組如果算過副榜 他是比較好處的 90至75分的評分區域 他貴中試過的這些榜 都一樣入Q 反過來其他馬的榜會比較重 你說真是私家三難 如果真是傳統私家三難 非英傲場這個路程 這條跑道 他亦是很準的 有一檔 希望放 再選一隻爭友 和朗朗乾坤 我也認同巴畢哥 上次蝕著那塊報速 跟前了一點都挺蝕的 用他做膽 另外一隻就是絲絲正正 三號是爭友 如果這場夠報速的話 他都很容易走入前四名 雙膽 然後拖四腳買四連環 2號非英傲場 其實如果放得快的話 私家三他放得快也無所謂 他都有機會捱得到在前四 還有5號、7號和11號 頭八場都看完了 稍後回來看看美國兩場 回來看看第九場賽事 第九場賽事是三班千八米 其實全日來說 很多場都比較均勢 想不到這場中距離 可能選馬的範圍不是很闊 看看是否形勢簡單一點 上次精算謀略其實都頗難 你千六增程上到二千 最後輸了給家應傳承 今次排著十當 預計早段都要留後一點 今次縮程來千八米 還有一隻木火兄弟 最近幾次都保持著上名 大家焦點 可能要看一看七號的速奇兵 對上一次贏馬不得止 其實蝕著的形勢也贏得到 算下去這組 印尼加上次放得很快 會不會今次放到前面 很快還有智取神區跟他放 三月初跑經典杯 所以這組四歲馬 有些都選過來沙田試試 至少看看證明自己的能力 極速奇兵是一隻 好像進步神速 初初跑沙田不行 跑短途而已 但是轉回谷草就買 都大爆發了 上一次升班 真的蝕到腳情 好像都不用遮擋 一路走外搭走外搭 回到來騎那隻馬 都挺厲害的 雖然你說贏赤到猴和 但那些是倒立的馬 多年蝕星正星期三也跑得好 你看到這裡 很大步的馬 沖程很長的馬 所以你說這樣贏谷草 真是贏少許多級數 照顧沙田好些的 蔡淺拍攝澳油氣泡 看看 很聚首 星期四招去試 看著它定住在裡面的坨 過來那隻澳油氣泡 一對都走到草地拍攝 無二我覺得極速奇兵 這次的難度就是你過來沙田 因為上次我很記得 跑馬地他跑到後面的場次 他入閘也有一點脾氣 而且落到大石谷以為他輸的 那個位置走著三閘半 回來也真是很厲害 C-Brain的指示上千八 我覺得這個難度的阻力 都不是這麼大 是怕這個十一檔的組斷 一看空了 急了 會不會搶口呢 這個是小心 有些疑問 排到檔位再內移 就安心很多 兩種想法 外檔就不用擔心馬大步 因為這組 我不知道它的取決 因為上次我都覺得 會不會上前一點 也不是的 捉住的 因為千八這場 看來有些前置馬 自取殺人居好 或者其他擺前的客家之光 會轉入跑法 甚至印尼格的那些 擺在前面放 如果有幾隻帶著 他就好拍過來 當然剛才圖說 C-Brain的馬 很多都是三千二都可以的 這些無飯區 媽媽還是登塔到那些馬 長力都不擔心 試一下 如果這場可以的 兩個八可以跑經年杯 我覺得 儀本輝都想搏一下 看那些馬進到到哪裡 另外包裝旋風這馬 這次是縮程 八千八 對,因為他較早前 回一回 讓他休息久一點 這次又一檔 上次是否發揮有點急 那裡突然中斷踩 有法力 上一氣苛城走了 但是回來又不到 結果給了多多勇驅 自然力量 全部都掩蓋了 但較早前沙田 他能夠拍得住安審 不失禮 安審也很厲害 跑適而輸 這次隔個時間內 有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 又是走上重化 其實近期 我覺得方家柏的功夫 都有點轉 其實是積極了磨練 很多馬 最後又有快跳 又有整大閘 上重化都是積極的 所以上次我覺得 輸了可能中斷踩有法力 這次回一回 有兩個月時間 有一個一檔 剛才剛才你說的 斑達利方家柏 剛剛都巴薩六雅 差點上拖痕 有些分頭都可以拼搏 這些馬都可以留意 另外 極速奇兵選得呢 精算謀利 沒理由不選 Kitty說的 這隻馬上次難度很高 一跳跳上二千 原來中斷都是跑長一點的 那隻馬 你看 一千六他就爆不起了 跑二千 但上一場 那隻佳應全程 完全沒有犯錯了 出到閘 守到靚位 做回愛爾蘭跑的跑法 結果他出來先 精算謀利就追不到 但是人家那隻 在愛爾蘭跑到二千四 即是有了那些長途的經驗 而他是這樣大幅增塵 一檔一路慢慢轉出去 潘頓你見很早 都走到三位 回來就輸了一點 這次又縮回二百米 跑到千八 可能是暫時這隻馬 現在正正出路 二千一下子 可能都會比較長一些 千六他就短一些 在中間落墨 這隻都希望跑到經典杯 可能之後都會繼續跑 你看看他和極速騎兵 雖然兩隻都是同副 C-brain的馬戴完全不同 這隻是四枝收場 中式馬來的 那隻大大份 綠色馬來的 但兩隻馬都很好能力 這次排檔都相約 看看會大家一起在一步 鬥著縮 還是大家都上前駁位 有些四歲馬又要爭分 又或者證明自己的能力 但很多時你連掌馬 靠經驗都跑得不錯 有一隻桃花雲 終於落回來三班 其實二班他經常都接近 可惜他跑法被動一點 經常都要後追 這次排隊二檔 看看田太安組一段 能否咬得到好一點 在前試了貨集 都好像保持得不錯 對,千六集都是這樣縮住 一直縮在包尾 跟你追一段 追浪漫勇士 第三是張王 那些是馬王級 順便看後面果然可以 那些馬都是很輕鬆的 這隻桃花雲雖然說頂磅 但算是級數的 這組他真是高一點 不過你說臨場選不選他 我們可以再作打算 因為高冬妮其實這次都放了一點馬 我們剛才是花果喉煌 如果有手影 不妨都拖他 因為較早前對著喜連勇敢 嬌陽明他那些馬 拉過來跑 最緊要不過是 私家三難 那些二檔入面不要塞 而也有得追 這組部速計算下去 好像都是木火兄弟 看看他在前面會不會主在一切 甚至乎有那隻極速騎兵 究竟會不會搶口 但如果被木火兄弟自己放 他貴內都很韌 是那次入到直路被人阻 他自己閃一閃 被扁了下去 但都是忠心準成的 你說出來是關鍵的 場地離不離追很重要 因為這組85分上限 如果他其實 桃花雲上季是三級賽都上名的 都可以留意 如果臨場離追的就扔上他 如果正正上場 我自己喜歡的都是私兵那隊 四歲馬 極速騎兵和精算謀略 獨贏選七的 連贏扔下四 精算謀略我自己是放在四選 因為我覺得上次少少辛苦 一人目斷地看潘頓的車輪變 而且這次的磅重 跌22磅 雖然你說今個星期的貨期 可能有少許改變 磅重的時間有點不動 但都是他自己身低 有少許疑問 我自己放在第四選 但頭三選 都是包裝旋風 位置都搏距 還有木火兄弟 以及極速騎兵 接下來看看第十場測試 第十場測試 又跑回泥地 距禍山斑1650米 不過經常說貴內 泥地經常爆冷 因為計不到形勢 這場計算得很快 步速 黃腳立要離開 君達德增情信 又要離開 大紅袍也離開 他首度再來 上次在範圍裡 一般地排著二檔 看看潘頓今次 會不會走住三位 剛剛呂建威有900V 跟希威森很相配 希威森繼續有黃腳立 也是很相配 轉過來泥地之後 其實成績又不錯 最重要是自己得到三位 跟馬跑好像差點 不過他都熟 最近放頭之櫃希威森都回來 配這隻馬六次 拿到三位 一雅一櫃 五次都上名 所以如果你的位置 上次有二十多元 其實挺好分 不過我相信大家 量度部速或者量度長次 都是那幾場 先看看二七七長次 這場放得很快 其實大家對他 只不過臨場的場地 副榜 排檔差一點 完全不同 你看看之前黃腳立 背著榜 可能有優勢一點 擺前 他有一隻 威哥都說 大步 濫順就可以了 沒什麼特別的跑法 那一場你見 手道在來挺厲害的 所以再出便大延門 結果又不行 未拍裂飛 這場是後面撲上來的 他演出穩定 甚至內蘭的無心碎棉 之後又贏 其實都在那邊撐來撐去 我想大家都不說差太遠的馬 你數黃腳立 這次是排到一個內蕩 因為剛才數幾隻快馬 君達德 或者戴紅袍 都是排得比較出的 看看是否主動一點 看看上一場 因為這一組 如果只看二七七 六隻馬都是那些對淚 但上一次又是那些馬跑 手道再來 當晚一月二十四都說過 放頭不是說大利 中環大盡保羅盛傳 頭兩段五十三 五十秒三七 以當晚計算是偏快一點 打算有機會 有沒有覺得有Q 還是頂不住 因為真的放快一點 回來頂了第三 但他很硬 因為腳法不漂亮 坐頭腳 他都一招擺在前面 但這些又是鐵馬 到現在很少斷籃 斷籃那場你剛剛前一局 還有第四名 不過這組大家兜亂了個檔位 兜亂了個磅位 其實在一點點不同之下 究竟這一群馬再對淚 有沒有不同的結果 分頭都不同 我覺得手道再來 上次很熱 結果回來輸了 這次跑潘頓下去 加個頭罩 又臭蕩 會不會這次回來 這就是看看場地 因為這隻馬 如果你說上一場不對 那你前一場跑得很好 如果你說穩健 是否明年飛 好像怎樣跑 跑法都交到出來 因為他一轉了上來 一里跑 因為他一開始再跑千二 這些馬真的有點立腳 貴中階段 被蜜杜朗亦騎醒了 中段一踩上來 這隻馬就很好反應 尤其是跑第二次蜜杜朗的馬 適應完之後都交得很好 看來狗檔 唯獨是今次的檔位 比之前再外移一點 但這組真的快馬會比較多 拆解一下 均達德、大紅袍這些會走 幸運轉期 現在不知道快不快 因為試襲 馬是有少許感動了 集商有時候也不是特別快 所以好像四平八穩 未影裂飛 選到他 上次報紋跑得很漂亮 那些人一跌了 他馬上跌了 就衝上來 可能這次跑得 時間相隔沒有那麼遠 沒有大閘 不過有彈壓草閘 保持到馬狀態 賀銘連都很厲害 奇後勁 但這組都是那堆馬 看你怎麼擺位 四重彩 黃腳立 希望放 沒有第1、第2、第3、第4 都好 四重彩做膽 未影裂飛背腳 無心碎棉 最強不適的變數 這次排入檔位 上次是外面走洩毀 另外要一隻十二一手道 再來 坦白說 尾場信心不大 不如說數 不如數一下姚本輝 頭幾場會不會有兩、三隻 這樣承下去 較早前極速奇兵 還有大小智庫 也選了一隻未影裂飛 接著看看第5號Mati 我們都有推介 第9場用7號做膽 拖1號、3號、4號和6號 尾場用3號做膽 拖2號、4號、12號和13號 剛剛田泰安贏得一圍 但有很多 第2、第3 所以做到騎師王 看看這次檔位就一般 可不可以順利閃亂 我們下期明天有馬拍再見 拜拜